我自己寫的 你把我寫在哪一首詩 對 這個是我的日記裡面 哇 對 這個是我的日記裡面 挑出來的 真的很文藝 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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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啦 對 描述說 分手之後 你還是會想要知道它的近況 你把我寫在哪一首詩 把我錯落在哪個故事 如果重新調整 後期會不會更完整 還會不會是我們 你和朋友大家好 我是陳樂榮 今天訪問是好久不見的台語女歌手 曹雅雯 哈囉大家好 我是曹雅雯 樂榮哥好 雅雯好 好久不見 好多年不見了 來過節目嗎 第一次來是七年前 七年前 是的 那時候是 那時候第二張專輯 所以出道大概已經有八九年了 差不多九年吧 九年的時間了 對 轉眼也已經有點資歷了 對啦 對啊 現在小說是出道第七張嗎 對 是第七張專輯 嗯 你覺得慶幸嗎 還是覺得 我覺得很慶幸啊 因為 很感謝公司 可以讓我這樣子 一年一張這樣發專輯 對啊 然後再加上自己的創作 然後就是慢慢跟大家分享 是 其實我注意到這次 有好多自己的創作 對大概五手半六手 哇 對對對 在努力當中啦 想要做個台語女文情之類的 欸 是什麼時候開始陸續創作發表 大概在第二張專輯就開始有了 對對對 末約七年前這樣 所以製作人 也一直給你機會 製作人有 然後公司啊 然後老師們都給我很大的空間 對 雖然當中也是被退了不少歌啦 這樣 所以通常一年會寫多少首 一年喔 嗯 你說有發表的嗎 還是沒有發表的 哇 我不知道欸 因為就是一直沒有發表啊 對啊 然後想說慢慢 慢慢丟 慢慢丟 因為我這個人就是 寫完歌之後 然後會 一直不斷的去修改 真的嗎 對 就會覺得今天看這樣子 喔還不錯 可是隔天 一睡覺起來就 嗯好像也還好 就會開始又改歌這樣子 對啊 所以喜歡寫歌 喜歡寫歌 喜歡寫字 而且雅雯的字還不錯喔 對不對 謝謝 這次專輯裡面好像有手寫字嗎 其實這次寫的算少的了 因為之前我有一張得獎那張專輯是 全部歌詞都是手寫 嗯哼 對 思念的歌那樣的專輯 所以平常寫出來什麼事情 平常喜歡待在家 就不然就是寫歌 然後寫東西 我覺得寫東西會讓我 安定 比較平靜 然後比較紓壓 對 所以我有各式各樣的 書寫的工具 嗯哼 對 然後不然就是 會到安靜的地方 比如說 深山裡 真的嗎 對 家裡還不行 家裡有時候會想要 因為我家裡也不習慣就是 太安靜 所以我就會 把電視開著然後放著 其實也沒什麼在看 但是會轉得比較小聲 這種感覺有點老人的 很習慣耶 我承認 而且我都看新聞 哈哈哈 你說你都開著新聞頻道 對 因為可是新聞現在都會一直重複對不對 對啊 通常一個小時之後就會重複了 對 所以之後我就不會 不會專心去看 然後就會把它轉到很小聲 如果關掉電視的話 你什麼星座 射手 射手不是應該 有人會以為比較奔放 沒有耶 座外 我在外面就是跟大家接觸之後 沒有人相信我是射手座 上身 上身處女 你看 怎樣啦 問題來啦 怎麼了 所以不是射手的問題啦 喔 不是射手的問題喔 因為我想說 因為我其他的主心都在填寫 那更不是啦 所以你更適合在家裡 我很喜歡在家裡 就是如果今天沒工作 然後我就會 因為我是早睡早起的人 對然後我就一早出門了 然後我就把中餐 早餐午餐晚餐都買好 然後就再也不出去 所以這樣子的個性反映在 歌壇公務員的身上 其實也沒有什麼不滿 因為我這個人比較慢熱 然後 有時候情緒上 就是剛剛六龍哥講 我看起來好像心情不是很好 就是因為我會比較冷靜 是冷靜的關係 對我是比較冷靜派的 不是憂鬱或緊張 沒有耶 緊張是難免啦 因為今天來這裡 因為就是久別重逢的感覺 久別重逢 但是我覺得就是 好在我會寫歌 然後我會把一些情緒的東西 就是寫在歌詞裡 就是當作一種懸邪這樣 譬如隨便舉一首歌 譬如我 你現在舉的歌就等會要唱的喔 尬伊利這首歌吧 對尬伊利是放在第二首 然後這個是 因為我這個人就是 對於感情的事情 我有點沒轍 就是其他我都可以很冷靜 很理智的去對待 但是唯獨感情我沒有辦法 但是我還是會衝動 還是我但是我會衝動在 那你又不會主動啊 那你又不會主動啊 我不會主動 不太會耶 所以你的衝動怎麼衝動 你知道嗎 就是寫歌 就是一直回家就是 啊我今天看到他 我就是很開心 然後就是一直寫這樣 那他會知道嗎 好像不會知道 所以其實是暗戀 對這個就是放在暗戀的階段 對沒錯 好我們先來聽小段好不好 好的 好可憐 我在想你才贏 等待會你到底在哪裡 快來教我在愛中跳舞 好嗎 謝謝 隨時唱的都這麼的穩健 可以可以可以 我盡量 好 其實專機這次有好多不同的曲風對不對 是的 沒錯 輕快的搖滾的抒情的都有 有有有都有 合作的製作人 合作的製作人就是曹俊宏老師 是 對 非常熟悉的老師 然後這次也很開心跟張三禮寺 然後團長 第一次嗎 第一次 張三一起合作 然後還有我一直很欣賞的一個男神 叫荒山亮老師 你跟他沒有合作過 沒有啊 這次邀請到他來我真的是 嗯 煞費苦心 是幹嘛 有犧牲什麼嗎 沒有啦就是 因為我比較不好意思跟人家開口 然後因為之前我在別的電視台 我主持音樂節目 然後他們就是張三禮寺跟亮哥都有來上 都上過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是 進水樓台 先得月這樣 對 就是鼓勤勇氣跟他們講說 可不可以就是邀請他們來幫我寫歌 嗯哼 對 所以他們也很爽快的就是一口就答應 所以要很謝謝他們這樣 其實荒山亮這首歌我還蠻喜歡的 你介紹一下 他那時候是在英國倫敦寫的 對 然後那時候跑到英國倫敦去 好像去錄音吧 去幹嘛 對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有在聯絡 因為要寫歌的東西 所以他那時候就跟我說 他在英國的泰晤寺河畔 然後就 對 很浪漫這樣子 然後就看 其實是在淡水 淡水河邊 真的啊 他這樣很 不是 沒有開玩笑 沒有 他那時候在英國倫敦去錄一些 管樂 管弦樂的東西 然後他說他那時候在那邊散步 就看到很多男男女女啊 或是一些小朋友 然後就在那個河畔散步 然後他就寫了這首歌 然後那時候還有一點 晚上有星星 然後整排都中了花 所以他就寫了灰瑞旁 OK 我們唱一代 現在唱是不是好了 我想一下 你也可以進入那個泰晤寺盤 你說就是 好 進入一下狀況這樣子 好 愛情是青春火裡的香味 愛情是幸福的情 大聲是 很希望 很希望 讓我家在有你 在我身邊 在我身邊 看我的手 讓我繼續陪你 慢慢走下去 謝謝 回路也 回路也彭麗 回路也彭麗 是 其實 唱了這麼些年 可是我發現其實 米南語歌壇 流動率比較低 對不對 流動率比較低 就是還是有很多的 前輩也堅守崗位 對啊 發電量也不小 真的耶 我想說怎麼回事 就是會覺得 好像就還是 當年你們出道的時候 會覺得一股新勢力 是 可是現在新勢力 也快變終身代了 這麼快啊 對 然後資深的 也還是很踴躍的 對 在唱著 而且現在大家都傳說 今年三十屆的金曲獎 台語女歌手就是死亡之主 總共真的假的 什麼意思 就是很多 比如說黃菲菲姐 然後還有包括 關靈芝姐姐 關靈芝姐姐 說哎呀 那個爵士樂真的是 Oh my God 就是聽得很舒服這樣 就跑來挑戰 對啊 我說沒關係啊 就隨緣 就是大家又努力過了 所以我覺得好 那就交給上天來安排這樣 所以現在每次在做新專輯的時候 雅雯的心情到底是覺得怎樣 是 心情 就是我們永遠在說 我們在固守自己的陣地 跟嘗試突破中間 其實有時候一直在 還是會有很多的 會 折衝嘛 是是 會 因為這個市場有時候 就還是那個樣子 喔 我懂你的意思 雖然好像世代啊 新聞很多事情變很快 因為我們 就是我的恩人 恩師寇桑 對我們的那個綜藝教父 他曾經跟我說過說 其實 因為我是 當初在明日之星比賽是台語族 但是後來出道之後 他一直跟我說 你不要只是 你也能唱台語館 其實 其他種語言你也要會去 也要學 然後也要會 不要只是因為你只會唱台語歌 你是台語歌手 然後你就只會唱台語歌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說 希望我們能夠 在台語的傳統 保有這個傳統之外 然後再去勇於做新的挑戰 所以這是我們一直在努力 去做新台語的一個風格 但是該有的傳統 然後該有的傳承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去做到 是 對 比如說 咬字的部分 然後或者是導音的部分 其實咬字 就是那時候我就跟曹教老師 他們一直在討論這個問題 當然因為現在很多年輕人 就是已經不會講 比較隨便 已經不會講台語了 然後又聽到一些 如果說台語沒有很標準的話 就會 可能會導致會錯意或是什麼 或是發音不正確 其實台語的 有一些發音這麼正確 其實會導致意思是完全不一樣 可能會有效果出現對不對 哪個效 好笑的效對不對 但是我怕大家會覺得說 因為台語現在已經是 雖然是我覺得 雖然有一點點弱勢 但我覺得這是我們的母語文化 然後我覺得還是希望 能夠把正確的台語的念法 或發音 跟大家講 所以有時候你會糾正 天詞老師的 出來的東西 會 你看 我就猜到了 不是是互相討論嘛 對啊 還是會 然後比如說跟公司的工作夥伴 有些是很年輕的 就是七八十年次那一種 然後他們其實台語真的不好 然後有時候就是 他們會 特意打電話來跟我說 欸 那個姊姊不好意思 就是這個歌詞這樣 到底念這樣對不對 或是這個用字到底對不對 然後我覺得其實當中 也可以跟他們一起交流 然後順便就是 學到一些台語這樣 對 所以現在已經變雅文節了 不要 好像是耶怎麼辦 以前還可以就是 中年輕你知道 可是現在走到哪 就大家都是八十起跳 真的嗎 真的 包括一些什麼 電視台的工作人員啊 甚至是我們家公司的一些 弟弟妹妹 說 八十二的是不是 就很小 對 所以覺得 好啦沒關係 就這樣 反正歲月還是 時間還是得過嘛 對 這是人生 既然這樣那我們來聽一小段國語歌 好 專輯裡面有一首 對 這是我自己寫的 你把我寫在哪一首詩 哇 對這個是我自己的日記裡面 挑出來的 對因為我 所以平常日記也這麼詩情畫意喔 是 我會因為為了要 除了訓練自己就是 對用字潛詞的能力之外 然後也想說 要盡量精簡一點 對啊 所以不會寫那種白話的日記 以前小時候會啊 因為我小時候就開始寫日記 一直到現在 小時候不懂嘛 就會寫說我今天幾天起床啊 然後去吃了什麼啊 然後老師罵我什麼啊 對 對就是巨細迷移 但是現在就是慢慢的 變成某一些情境情懷 對 然後就把它寫成一首 類似詩集這樣子 來當作日記 對 然後這首歌其實 真的很文藝少女 謝謝啦 對 就是還原度蠻高的 因為有一些 我的創作幾乎都是從 詩裡面 我的日記裡面挑出來的 然後會經過整天 那這首歌其實 還原度還是大概七八成以上 這個人還在嗎 那個人還在啊 好好的活得好好的 但是還是沒有發展嗎 沒有啦 你看 對啊 怎麼叫你看 你猜到我什麼是不是 沒有啊 我是覺得就有點 就樂歌很像蒜蜜絲 有點困難的感覺 對啊 就想說這是一個無疾而終的感情 是 對 那就是在描述說 其實分手之後 你還是會想要知道他的近況 對 即使我不管說他的情感還在不在 或是你還沒有喜歡他 但是還是會想要說 欸他現在過好不好啊 對啊 就是大概是這樣的狀況 你要我說真話嗎 好你說 你說你說 他沒有把你寫在哪一首詩 他根本就翻篇啦 他根本就翻篇啦 好我們來唱這首歌 好傷心喔 來我看一下喔 好的 你把我寫在哪一首詩 你把我寫在哪一首詩 把我錯落在哪個故事 如果重新調整 後期會不會更完整 還會不會是我們 我發現唱國語的歌詞 連發音的那個 噢 共鳴會不一樣 對 其實台語跟國語的發音共鳴是不一樣的 對 這首唱子還有點阿令的味道 謝謝啦 真的啊 是是是有有在 有在 是真的要不同 要 是字的問題還是 呃 呃 槍 發音的 位置跟共鳴 其實台語跟國語的共鳴是不一樣的 這是這個多少點 是規定嗎 沒有規定就是 如果你用台語共鳴去唱國語歌 就會變 好喔 同樣剛剛那個 你再唱一兩句就好 好 你把我寫在哪一首詩 詩裡的我們是什麼樣子 你還是有國語歌手這樣唱啊 有嗎 還是有耶 但是其實 就是那個台語共鳴會比較 下沉一點 對 我覺得比較下一點 對 那有時候就會有台灣國語的那個疑慮 疑慮 對 你把我寫在哪 有沒有 就是 其實發音並沒有問題 發音當然 我覺得真的是槍的問題 槍的問題 槍的問題 就是要去轉換 其實是並沒有問題 是槍 對 太妙了 今天曹俊宏幫我們上了一課 有有有 這個之前扣場都有跟我們講 就是要去 是他教你 對 要去練 不是曹俊宏或是 曹俊宏教你 當然都有 大家都是老師嘛 所以都會跟他們去 討教 一定要 了解 好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曹雅雯的 第七張專輯 是的 謝謝 小說 謝謝 小說 謝謝 謝謝 謝謝